如果央行行长换人 难道就不会加息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们知道时间过得很快 又到了7月份央行行长开会讨论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央行会议上 澳洲央行并没有选择继续加息 而是暂时停止了连续的加息行为 这一来的话 让市场似乎缓了一口气 然而在这次的利益决议中 央行行长明确说到 未来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严厉手段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市场预计 澳大利亚在未来的三个月时间之内 至少还有一次多的 可能还会有两次左右的加息 从目前澳洲市场上的30天 澳洲银行同业拆息率给出的预测来看 澳元利率可能会将在今年年底左右达到顶点 顶峰值大约是在4.50左右 也就是距离现在还有两次的加息空间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些数字也只是猜而已 毕竟我们知道在一个月之前 当时市场给出澳元最高的利率预测 也只有4.3 过了一个月 现在变成了4.5 说不定再过一两个月 这个数字还会再改 所以澳洲各大机构的那些分析师经济学家 其实也就是凭着自己的主观观点在猜测 反正说错了也不会扣工资 但是在未来澳元利息问题上 大家现在依然是在众说纷纭 但是在另一个问题上 澳洲各方观点却是出其一致 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都怪一个人 那就是澳洲央行行长 其实澳洲央行行长从头到尾 他只错了一件事 准确的说是说错了一句话 就是他在2021年说到 他预测澳洲在2024年之前都不会加息 并且他反复三次说过这句话 如果他不说这句话的话 或者说不要反复说这句话 那么现在的12次加息 甚至于20次加息 都不会导致他骂成现在这么惨的样子 只可惜这世界没有如果 如果澳洲什么都不做 美国如果加息到5% 那么澳洲依然还是保持的0.1% 的确房贷是不用多还多少 但是物价上涨会更加厉害 因为澳洲吃喝玩乐 除了吃剩下几乎都要靠进口 如果澳元不跟随美元加息 那就意味着澳元将会对美元大幅贬值 那就会直接导致 所有进口商品的价格出现上涨 包括汽油在内 那如此一来的话 通货膨胀就不是现在的7% 有可能是10% 所以说澳洲央行紧跟美国加息 其实也是在保护澳洲民众的利益 那么在过去几周 我翻看了一下澳洲各大主流媒体 从中立的澳洲广播公司ABC 到财经媒体AFR 再到新闻集团news.com 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认为 现在央行行长在今年下半年9月份 肯定会被替换 因为它在民众心里是非常的不合格 澳洲广播公司ABC 甚至给出了非常惊悚的标题 说到央行罗行长如果不会替换 将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当然了 我个人认为 现在通胀高涨 名声怨声载道 真的应该由一个行长 他一个人来背这个锅吗 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首先我们知道澳洲央行 每一次做出利率决议 并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 他是所有的董事会 按照一人一票的规则 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 即使澳洲央行行长自己有一票 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他也不能影响十票 但是毫无意外的是 每次澳洲的媒体把加息的决定 似乎都写成是他一个人的决定 这就有一些不太合理 他似乎成为现在高通账和高利息时代的 唯一的替罪羊 没有别人了 就他一个 似乎只要不加息 澳洲经济就可以恢复了 通胀就马上变好了 那是不可能的 似乎他就成为澳洲媒体中 应该切负谢罪的那一个人 那么现在大家都觉得 9月之后如果换届了 肯定会有新的行长上 但是就算是新的行长上 那么加息的进程会变吗 就算是央行董事会 失去投票权 改由特别委员会来决定 这样的改变 我个人认为也不会暂停现在的加息进程 那么在上个月的央行现任的副行长 也是新任行长有力的竞选者 他明确说到 央行考虑停止加息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需要看到失业率达到或者接近4.5% 换句话说 如果就业市场依然保持像现在这样几乎是完全就业的状态 那么澳洲央行从大趋势上来看就不会停止加息 即使是一到两个月的短暂的停止之后也会继续加息 大家知道就像是我半吊子学的经济学 在过去的几周的文章视频中都明确说到 通胀和失业率之间有着明确并且密切的联系 那你说新上任的那些利率委员会的委员们难道会不知道吗 他们难道会不知道长期物价高涨会损害澳洲的国家利益 他们当然知道 但是不论是新任行长 还是新任的利率委员会的委员们 他们都知道加息在失业率上升之前是不会停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并不是加息几次 而是要管理好民众和市场的期望值 我举个例子 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 考试一考完基本就知道自己到底是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 如果我考的感觉特别不好 为了不被打一顿 通常就要做提前的预防针 比如说跟家长说 我这次估计要不及格了 千万不要打我可能最多只有60分 但是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 一定努力 这次是没戏了 把父母的预期值降低 但是成绩一出来之后 70分 虽然说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至少第一不会被打一顿 第二有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小奖励 那么其实股市和老百姓也是一样的 罗行长为什么会被骂 那就是因为他之前话说的太满 说到2024年之前都不会加息 把自己的后路完全堵死 他如果话说的不要太满 可以说我们会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来做出决定 等等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新的行长也好 新的利率委员会决议也好 他更重要的是要说合适的话 让民众不会失望 也不会太高兴 但是还是那句话 最终他们决定是不是加息 并不是根据民众意愿来决定的 而是根据实际的经济情况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失业率 如果上不去 那么利息是很难降下来的 准确的来说 澳洲连续加息 依然目前来看是暂时没有办法控制住通胀 但这个并不是一个人的错 即便是换了行长 只要懂一点经济 都应该知道 在当前的情况之下 加息是不可能停止的 但是他们要做的 并不是预测未来还会加几次利息 而是更有效的管理好舆论 媒体和民众 对于加息到底加多少的希望值 这一点实际上 要比真正加息多少更为重要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麦克 下期节目 再见